HELLO,大家好,我是菲尾 覺得很奇怪,很久沒見過小女的桌子這麼乾淨 但今天有一個特別的產品為大家開箱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這款Wilson 3-on-3 專用籃球 其實這款籃球我之前也有網友曾經跟我說過 有沒有興趣試這款籃球 因為近十年來講,3-on-3 在這個世界掀起了另一種熱潮 尤其是歐洲、亞洲、很多不同的地區都掀起了這種新的三文籃球的打法 那三文籃球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平常在街上,香港這麼擠迫 由早到晚都打3-on-3,哪有全場地打 其實它的賽制跟我們平常打的打法是有少少不同的 我相信有些朋友看過,大概都覺得有點不同 但是說不出是什麼不同呢?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一知半解 對於這個3-on-3 即是它的賽制跟我們平常打的賽制是有些不同的感覺 但是最大分是什麼呢? 我們平常3-on-3進了球 就慢條絲地走出圈 就是進了球對出圈 原本輸球在鎖匙圈裡面 這樣就可以做下一球 其實中間的節奏就不是很快的 就是騙了你入圈球通常都慢慢走去回氣 但是這個3-on-3的賽制 它就是一入圈球 你就會看到另一隊一拿來的籃球 就慢慢地衝出圈了 因為它的進攻時間只有12秒一次 所以你會看到只要一入圈球搶回籃球 就會非常之高速就會開始跑出圈 準備再一個計時的進攻 因為12秒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12秒半場進攻其實 傳一次左傳一次又中間可能過一次人 其實已經大概都消耗了你6-7秒以上 到時候出手你射盲其實已經差不多12秒了 所以在這個賽制之下 這個3-on-3 vs我們平常打的3-on-3 其實節奏是明快很多的 我自己就真的不是非常之敢參與 一聽到12秒進攻時間都可以 站在外面射的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長期衝進去 你真的非常之敢 12秒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因為這次Vilsson 這個球是由Vilsson 接下來的代理贊助回籃球 它也為我解釋了很多 在賽制上 在地板用料上 在各方面的推廣上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其實飛盒一向都很八卦 所以我經常和大家開箱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試不同的生產品 這個球最大的特色是甚麼呢 這個球其實是一個6號球 而每一個組別的人都會打同一個6號球 即是無論你是小朋友、老人、女人、男人 什麼人都好 它都會基本上打同一個6號球 打6號球 我們平時一定是打開7號 無論是打小半號 會不會射球時很不習慣呢 針對這一點 其實他們都做了一些功夫 他們就是把6號球的重量 去到7號球的重量 所以在射球方面 你不會覺得手感應該會有很大的分別 這一點我就要親身試過才知道 根據他們的說法 其實因為6號身體用7號重 理論上在射球方面 就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在長距離 再加上它有一個特特的技術 就是這個Triple Flat Technology 這個Wave Technology 其實在好幾年前 在Wilson 已經看到了 在一般來說 如果不是打回它的地 或者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初代的Wave 就不是非常之受歡迎 因為Triple 0 Consistency 當時我印象中 記得是差了一點 因為你會看到 其實我都跟大家說過 Evil 的時候 Triple 0 vs Stability 都會差一點點 但是那時候的Wave 比Evil 更加不穩定 但是根據他們的說法 在一直以來的改良 其實這次Triple Flat 的坑紋 比上次幼身了少少 更密集了少少 在Triple 0 Consistency 方面 應該會有所提升 這個我也會親自試 我當然不會有人說我就相信 這個也會再試一試 是不是 但是你會留意到 因為這次Triple Flat的關係 它的Channel 亦都不用吹到極深 所以某程度上 每個位置的Grip 都會有差不多的Grip 再加上球是小的一些 所以理論上來說 提高射球的旋轉是非常之多 他們的意見是 如果在射球的射程方面 就會有所提高 例如你三分後一部射 可能這個球三分後兩部射程度 都是一樣的高 這個也會在我日後 一直試球的情況 得以證實 今天這就是開光儀式 我現在和大家開光看看